反而令我何生何太,我很想讨论 雖然现在只剩9分,8分半钟 但我很想说,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题目,当然昨晚有个峰回路转的消息传出 说何太已经潜逃回大陆了 是吗?又来了 我没有跟到这个位置 因为人们说找到他,原来结了三次分 总之,如果大家有听估计 其实我觉得起底组真是神经病 私家偵探 我给你听个人都一目睁信 验头发 什么都齐 然后有些眼利的朋友说 他的袋子,耳環,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有些人说Hermes那些袋子 很多女生很眼利 马上看到那个袋子 全球只有20个 他是没可能买到的 你看看第二个镜头 那个袋子是蛮的 一定是假的 很眼泥 但我想说的是 当然你当花生好,你当什么都好 最好了 香港人永远最喜欢看什么 看增产风波 对 一有家产,一有家庭,一有不和睦 大家就已经搞定了 很棒 很棒 你直接当它是剧集 对 就是,这里不是法庭 我对眼睛是法庭 对了,有些不用怕 通知一声望起大天 对了,通知一声望起大天 对了,而状态是 譬如你一看到这个案子 好了,我们不透露太多个人的立场 譬如你问我本人的立场 其实我一看那些人脚 就已经不用说了 你一看那些角色 傻呀你 一看那些角色的背景 你都觉得我说完了 我没有东西看了 我已经完了 但反而在这件事上 很多人都说 为什么你们不说 因为一直都没有 你们都看得这么开心 第一,你们都看得很开心 第二,一直都没有那五个子女的回复 很单边故事 很难评论 而为什么难评论呢 老实,大家都有些人为人父母 大部分都一定是为人子女 出得小就一定是为人子女 但状态是 你如果听到那五兄弟姊妹 你会随便一个人出来 当然最想听当然是 夹着那四百多万的妹妹 是吧 你一听她 如果她接受访问 你一听她的语气 其实你已经整个故事 都会堆穿出来 老实,如果她是纯粹为贪 赚了钱 一个答法的态度 如果她是不想 爸爸有什么 输得不要输得那么多 我首先不要说其他 又是一种答法的态度 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可能根据她们的背景 可能会不会那四百五万 不是纯属一个人拥有 是吧 一个家庭 是吧 又丧偶 那你不知道那四百五万 有多少属于一个先生 多少属于一个前妻 就是离开了那个 有多少属于那些子女 you never know 一家人不止一家事 但是那个状态是 阿妹又可以自己 能够出钱 那就是证明 这件事是大家都决定 共同拥有 或者决定共同 都有可以 动用到的权利 好了 而在这件事 有两个延伸的讨论 是很值得说的 昨天很多人在说 那个伯父都几十岁 他喜欢做什么 你做什么要限制他 你问我 我觉得 没错 但在这个案子 强迟奪你 你问我 我自己觉得 就是因为想阿伯往后 更加自己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更加应该要停一停他 如果作为一个 是真是为 爸爸好的子女 我又会觉得 如果连续有五兄弟姐妹 都可以一起 有一个一致的立场 那就已经反驳了第一点 家产 增产风波 那样东西 即是你很少可五对一 不是 因为你五对一 你是五个都没有 你可以这样想 但又会衍生第二场 就是那五个人内斗 但还未斗 所以我说这个是怎样 未知 未斗 但再加上前面的人物的前切 你又觉得 可能性很高 你们这样也应该 对 所以我就说 一路单边故事 你很难讨论的一个状态 就算讨论也是一个花生的状态 对 而你在这一刻 人们说 爸爸做什么有自由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虽然他未必是一个最合当的比喻 正所谓老人就乘小的 老人家 老人家 大多年纪 小孩子 要哄 化脾气 带楼吃饭 之类的 你一个八岁的年轻 每年他都有利是钱 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结局是 他不能动用 for greater good 同一道理 为什么四球几天不动 for greater good for your long life greater good 同一道理 所以这个讨论 我昨天反而 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支持 你现在是侵犯阿伯的人权 他有钱 你为什么不让他花 他喜欢怎么花 他喜欢拿去佐敦道 只是派街坊 你吹 很简单 因为那些人是 不会受到的 所谓的不是受惠 不是他的钱 所以我说强持奪利 我本人觉得 第二个课题就是 阿伯走到这一步 其实 整个故事没有人说过 其实是一个悲哀 真心 不是说你争产 那些悲哀 不是的 是你有五个子女 虽然你丧偶 但是是因为什么原因 可以突然间有第三个人 这么快进入位 我这个前撤是前撤他骗人的 我这个前撤是有前撤的 他是骗人 我假撤 那为什么那个骗徒 或者可能骗人的人 有位置进入呢 他成虚而入呢 总是你应该有个缺口 他才可以进入中路 那一定是个老人家 可能是那个 缺乏 关心 爱 关怀 只要有个人给他少温暖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 原来是还有的 我相信他 我昨晚讨论的时候 跟我姐姐讨论这个课题 两个人在说 哈哈 他就说 其实 台湾拍了一部剧 是拿日本一个案子 那部叫《恶女》 那部剧 就是说日本以前有一个 那些风俗梁 对吧 正是那些在夜中会 类似的 和你喝东西 他说有一个 体态非常饱满 吃很饱满 然后那个样子 是很山策的 但他就说 每次都有很多男人 头是松脯 为他要生要死 直到很多是临死之前 不知道如何 又买了一份很重的人寿 还是买了一份很重的东西 送给他 最后的智库 他发到妈妈不认得 而永远都总有这些人 但他选择了 都可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 就是顾价挂人多 那你就看到 其实一个人性的脆弱 对吧 幸好我没有钱 否则你一入中路 我中了 所以你是无敌 因为没有钱 没有钱才是无敌 现在你的结论 我本人也觉得 所以就变成了 没有人会关怀 很惨了 在香港如何成为一个无敌的人 你不单要穷 你要TU都差 钱都借不到 你就是无敌 一个人如何无敌 就是在社会上 如何创造最大的价值 就是你没有利用价值 对吧 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可以看清楚很多东西 因为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价值 就是没有利用价值 对 这个就是答案 没错 所以我就说 在这件事上 最后如何发生 当然这些你可以请假基哥 基哥玩得更好 基哥 计算机 他现在很厉害 他上了位 很厉害 最聰明是你 所以我觉得 在某个程度下 我多花一分钟 在某个程度下 应该是我们不知道的势力 在暗地里 是在奇英界 是有一个talk 教他们 哇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个这样的组织 叫花虫队 是林老才可以参加的 哈哈 是有趣的 我觉得 是合理的推断 所以就是这样 Anyway 关心一下身边老人家 是的 你不知道的 不一定是情案 没错 关心一下身边老人家 你随时可能不会自负 是的 是的 而且 从来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也不敢让某个人说 我怕某个人用真话来说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这样 他很有感触 我一直说 我感觉到他 他开始有感触 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计算 哈哈哈哈 我在计算 我在计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休息一日 休息一日 明天见 哈哈哈哈 網台节目 开始接受订购了 你除了可以亲身到上环D100 专门店之外 还可以去银行入数 又或者透过桂圆机 过数也可以 还可以登入D100 网站D100.NET订购 想即时过数 用转数快 就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没有不明白 可以打给我们D100 网台专线 电话22971825 22971825